制图廖木星,由此案例,想给父母购重疾险,却因击网证遭聚保,所谓击网证,通俗讲就是在投保前已发生的病症,常见的聚保或聚赔大多与此有关,这是因为,击网证具备投保前已经存在,投保时未告知,投保后会增加出险概率,这三个确定特征,由此引发投保障碍。 这在医疗血或重疾血中,有为常见,投保端,既网证也可能被承保,在上述医疗血中,健康告知除了包括过去两年间是否有过住院或在B超CT等检查中,发现一场更宽泛问询案,还对于30种常见疾病,如糖尿病,高血压,甲状腺结结,肝炎,椎间盘突出等和30多种非常见疾病,白血病,淋巴流, 帕金森病,阿尔茨泰默病,倒进行问询,另外,还对16周岁以上的女性被保险人,是否有过高位妊娠,公外院,殷道研的告知问询,理赔端,不如实告知是聚赔主因,除了城堡端阻碍,既网证在理赔端的聚赔,多元于不如实告知,上述代理人指出,引发理赔纠分或诉讼官司的案件, 大多有着投保时破部分隐瞒计划症的情况,关于据点,上述医疗险相关信息写道,投保人的健康状况,若预告知内容不一致,因保险公司发现,则解除保险合同,另外,若发生保险事故,保险公司则不承担保险责任及职赔,实际上,保险法是6条规定,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众大或失,会履行如实告知义务,对保险人的承保决定,或是否提升费率产生影响的,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,另外,若故意或履行如实告知义务,在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的,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金责任,也不退还保险费,小贴士,这些产品专门针对既网证群体承保, 针对既网证的投保建议,最主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在年龄不大时趁早投保,商术产品人士指出,人生风险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,但消费者要认识的,并不是所有的产品,都对既网证进行排斥,最明显的就是一度被受关注的税流健康险, 其调团就明确写道,对既网证被保险人进行承保,但就目前多出公司产品可看,既网证被保险人的年度保额上限,只有4万元到5万元,低于非既网证的保额上限,20万元到30万元, 另外,今年来还有个别前期采取既网产品策略,专门针对某一种类的既网证进行承保,比如糖尿病保险和少尔白血病根属保险, 还有,只要风险源不是来于人体本身的保险产品,既网证对投保和理赔则不产生影响, 比如,着眼于突发外来风险的人生意外险,就不对被保险人的既网证情况和年龄做差异化定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